大家好,今天我們帶大家來到灰爐石級 在我身邊還有Chris 大家好,其實灰爐石級是澳門的七個小友石級的其中一個 沒錯,我們之前去了小生石級和田野石級介紹 現在我們去到灰爐石級,老實說我好像很少走 因為到這一區,其實你看看,據我所理解,這邊應該是風景大廈後面的一個地方 都是豪宅臨立的地方 所以比較少人 平時比較少有這樣的同學,所以不會走過來 但據我所知,很久了 因為據聞澳門以色級名的地方,早在100-200年前已經存在 我相信這裡也是差不多 沒錯 看看,另一邊的出口都是灰爐石級 下去應該都是西環一大的地方 即是我們以前的近海邊 剛才我看到有另一條路,所以上去 我們走過去看看 看看這裡有一個,都是土地廟之類的東西 另一邊上去,老實說我真的從來沒有搭出過 我都不知道是去到哪裡 你有沒有來過? 我沒有,我想這裡比較少人來 你看地下都生了廳台 所以要小心一點 現在也有少許下雨,有點滑,有點危險 那走上去,究竟去到哪裡呢? 不敢說 前面好像有棟新樓 是吧 最近有很多這些豪宅,我都不敢說 大家看看附近很清靜,沒有什麼人 證明這區是好東西 原來石級也不少 沒錯 沒錯 我們上次小山石級好像… 嘩!還有一條,也沒有那麼高 有點像小山石級 是啊,我們再上來,這裡有一間屋 這間屋跟這邊居住的地方好像格格不入 是否歷史為留下來的問題?不知道 我們先去到,這裡已經去到頂了 哦,都是一個盡頭來的 其實看上去頂,上面就是西環那些地方 如果我沒有記錯,那邊應該是後巷附近的位置 沒錯 沒錯 是,是豪宅區 這間屋是盡頭 今天的石級介紹就到這裡為止 好,再見,拜拜 拜拜